聊天室當中我剛好看到蔡勒馬 他有提到賴清德你自己落跑 然後呢代職參選 然後你現在還提出這個誠信條款 那緊接著我剛剛打斷宏廷 再請他繼續來說 你覺得賴清德這麼做 都是為了鞏固自己 除了鞏固自己以外 我覺得最大原因是情緒勒索 你看吳子嘉你看朱學恆 大家去講就是說 這一次在整個台南的事件裡面 到底是誰在爆料 是藍營在爆料嗎 不是喔 藍營到現在 誰有能力去拿檢調的 所謂的這個監聽議員 藍營到現在誰有辦法 從這個司法體系裡面 真正拿出這些相關的證據 出來逗人 只有民進黨自己而已 所以你看在陳忠燕事件 一發生之後 賴清德馬上直接宣布說 我要提前所謂的初選 其實是為了保護自己 這個保護自己是一種情緒勒索 等我成為了總統候選人 你們就不敢逗我了 因為你們為了整個 民進黨的大局 派系的操作 內部的紛擾就不敢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賴清德整個在面對 所謂的2024的時候 其實他一步一步一步 每一步的策略 其實都走得很狠 在黨內的作風 也非常非常的強勢 他現在就是要硬壓過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當你看到賴清德在 為了他2024做這麼多的 這樣的一個部分的時候 我真的要提醒我們的支持者 第一我們燒安物造 讓大家這個禮拜 國民黨也會有選對會 選策會出來了 然後第二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鞏固 團結起來 面對2024 面對這樣的一個候選人 大家一定要努力 好 剛剛宏廷有提到 國民黨的部分 要請這個基層的支持者 燒安物造 好 但是我們來看到 現在其實這一回 民進黨推出的誠信條款 好 有人外界說 就分析說 賴清德其實進來 他一連串的動作 也有像這個英系在示好 但是呢 現在也被大家打上一個問號說 賴清德搞得定派系嗎 接下來這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大謙哥 因為我們來看到 有綠營人士說了 這個賴清德在擔任黨主席之後 民進黨已經變成一個 小圈圈的決策 好 從2024提名小組 有別於以往派系 有黨中央指定人選 好 另外呢 傳出這一回誠信條款 事先其實也沒有跟 黨內的派系來做溝通 好 現在有很多 民進黨內的派系 都是隱忍不發 還有另外一個觀察的指標 就是笑音之有貴 未來到底挺誰呢 備受矚目 民進黨會變成這樣 他不是從賴清德開始的 他其實從蔡英文開始 就民進黨的黨內民主 就已經不斷的 在一次又一次的 選舉提名過程當中 被蔡英文沒收掉了 所以最後你會發現 民進黨的黨內提名 某種程度來說 還是蠻專制的 就是由黨主席一人前綱獨斷 然後自己決定拍板定案 大家知道在黨主席的權力裡頭 其實最重要的不外乎是 兩個重要的板塊 就是在大選的重要的板塊裡頭 當然這個總統大選的 提名遊戲規則 這是一回事 可是立委的提名遊戲規則 當然重要 我剛才講到了 立委最關心的是他能不能連任 他關心的是他在連任的過程當中 能不能夠付出比較小 比較少的代價 然後順利的連任 他擔心的是他在連任的過程當中 能不能夠不要面對這麼多 來自於黨內的競爭 一不小心黨內初選 他就翻身落馬了 然後連這個猜選的機會都沒有了 所以當一個黨主席在這個時刻 告訴所有現任立委說 你們放心 現任優先 然後我現在用個誠信條款來壓制住 所有可能威脅你們的人 特別是這個縣市議員的時候 這些立委對黨主席的感謝 真的是感恩戴德到極點 我剛剛提過 我自己過去當四次的立委 在每一次提名的過程當中 我看著這樣的情況不斷的發生 不斷的有很多現任立委 跑去黨莊施壓說 你在我這個地方 你要幫我擺平其他人 就是讓我繼續連任下去 所以你黨主席 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 那當然你現任的立委 我認為不分派系 就是說你當然說民進黨的派系 有派系的影響力 可是賴清德要破派系影響力 也只有這一次機會 也只有用這一招 他才能夠收攏人心了 這些人不管屬於什麼派系的 他都感謝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讓他免於 接受黨內的競爭跟挑戰 所以他就可以直接面對大選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是黨主席可以做人情最好的機會 那麼第二個地方做人情的機會 就是不分區了 不分區立委其實是 黨主席口袋的名單的 那當然每一個政黨提名 不分區立委有各式各樣的規矩跟規定 但是大部分那都是走過場而已 其實那個名單可能早就內定了 所以你不要聽這個每個政黨說 大家現在開始海選 歡迎這個報名歡迎提供 可是其實真正的名單 可能內部早就已經決定好了 誰決定的 黨主席決定的 國民黨如此 民進黨義父如此 民進黨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小英在2016年還沒有當選總統之前 他就開始做這樣的事情了 他的不分區的名單是小英的嫡系人馬 幾乎全面的進駐的嘛 所以那個時候我記得我還在立法院的時候 民進黨那一批不分區 所以不是小英男孩就是小英女孩啊 都是小英的人馬 都蔡英文自己的人馬 所以你說賴清德現在 難道會放過這個大好的機會嗎 他當然不會放過啊 所以這個時刻 這個所謂的不分區人馬的席次爭奪戰 將會成為民進黨 接下來派系內鬥最重要的導火線了 因為對其他的派系來說 他會覺得憑什麼你一人要通吃 就算你一人要決定 好歹大家要分一下 每一個派系應該有多少名額 這個派系的派組 派系的領導人有沒有這個名額的推薦權 你不要說提名權了 至少推薦權吧 我至少可以推薦一到兩個人進來啊 過去在蔡英文時代有沒有 有啊 民進黨的立委就有海派推出來的人啊 還懂一句話 他就可以推這個不分區立委的席次進去了 所以賴清德當然也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開始跟派系之間來進行交易嘛 所以你說賴清德打算整碗通吃 他大概沒這個實力 剛才洪廷也提到了 他還有很多的把柄落在其他派系的手上 所以他才急於要趕快完成 民進黨的總統的這個初選的程序 一旦定於一尊 大家為了要這個共體時間 這個大家追求共同的勝利 以後才能夠分享利益的時候 大家就會放下對這個賴清德的追殺了 所以賴清德在這個時刻 我相信他會用益盡一切辦法 籠絡各派系的人馬 然後來安撫各派系的要角 跟各派系開始進行交易 唯一就是希望能夠降低民進黨內 各派系過去長期以來 對他的這些不滿 特別是在這一次 各派系已經展現出實力了 丟出了一件又一件跟賴清德相關的這些黑歷史 那麼賴清德在這個時刻 他要做的當務之急 就是讓這件事情能夠平息下來 現在傳出這個3月14號 賴清德在參選總統的時候 預計他當天會發表 他自己所謂的兩岸論述 但是之前有傳出 賴清德陣營打算要把所謂蔡英文提過的 四個堅持要納入黨綱 但是尤盈隆已經說了 他覺得他這個背脊一糧毛骨悚然 因為過去從來沒有把某個人的某某思想 納入黨綱的 這個好像已經有點變成共產黨了 湯老師我想問一下 您怎麼樣看這個部分 這個賴清德最近的動作頻頻 他還找了什麼新黨的 親民黨的這些重要人士來 給他稍微的漂白一下 可是東漂西漂 不管怎麼漂白 他反正就是一個大態度 我想這一點 大家都不會有什麼樣的意見 他跟蔡英文有個什麼差別 這個人啊 我覺得他是有些時候啊 這個忍不住 滿而易 意思就是說我滿腦子想的事啊 我一直在壓著壓著壓著不講 可是呢有些時候呢壓不住了 台獨他還是講啊對不對 小英不是這樣 蔡英文不是這樣 蔡英文從來不講啊 我們這個長來七年多來我們觀察他 他從來不講啊 那從來不講他做的事呢 可是全是台獨 這個叫什麼呢 這個我們要用辯證的這個思維來 來形容他啊 這叫做不獨而獨 就是我表面上不講 可是我實際上照做啊 那這個台獨是什麼呢 是可以做不能說 因為你做出來的東西 讓人家感覺到好像是台獨 好像又不是台獨 那是這種情況知道嗎 可是這個這個賴清德啊 他那個時候是在 在這個行政院長任內 他講了 他說什麼台獨台獨 什麼什麼什麼 務實工作者 他講完第二天 剛好是民進黨的黨慶 結果那AIT的那個處長呢 他就拒絕參加 所以說他知道厲害了 所以說他現在開始要洗白 洗了半天還是洗不了 為什麼洗不了 我再講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九合一他們大敗 對不對 結果呢他們就開始改口了 說抗中保台變成和平保台 大家以為說哎呀 你要搞和平了 哎 可是呢這個賴清德一接 黨主席之後 他又怎麼說呢 他說我們的這個兩岸政策啊 完全遵循蔡英文的路線 那好了你打個轉個關 你就跑回去了嘛 那你不是 這純粹就是在唬人 在忽悠老百姓 就這麼簡單 那所以說你現在搞了半天 好了 像他現在的做法 我剛講了 你找什麼人去幫你 幫你漂白 你漂了半天 我還是兩個字告訴你 你就是台獨 那漂不了的 那所以我說 我們現在的有這個話語權 為什麼 因為他要漂白 因為他想要轉型 那只要我們一講你是台獨 他講十句 他可能都講不過我們 我們就認定你就是台獨 你說他 我可能不是 我可能不是 可是呢 好啦你講 我講一句 你當然講十句 他以前他們是用什麼呢 好像用說 你不愛台灣啊 用這個來 來給我們套帽子 現在反過來了 這反過來是說 你我講一句 你講十句 你試試看 你搞不好你還 漂不過來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是覺得 現在的這個賴清德啊 他確實也碰到了 很大很大的這個困難 意思就是說 他真的好像要往中間靠攏的話 我覺得 這個效果 讓我們看起來呢 或者讓我們現在站在 旁邊的角度來觀察呢 我們一下就把他的這個陰謀 就可以把他戳破了 海華XO干貝架 這一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他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架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 中天快點購的 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 希望大家愛用哦